哈囉大家好我是Bone 今天這支影片呢要跟大家分享呢 我的Nespresso咖啡機使用心得 那今天呢會跟大家分享兩台 一台呢是我自己手邊的Ascenza 那另外一台呢就是非常榮幸收到的Nespresso邀請 要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夢幻一品 Grand Latissima這兩台機型 那會跟大家分享我的使用心得 以及一些選購的指南 所以假如說對我的這支影片有興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繼續看下去囉 我自己其實從大學的時候呢就對Nespresso略之一了 因為我打工的時候真的做過太多品牌的活動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哇 Nespresso真的是我的夢幻一品 以後呢我要買咖啡機 我就是要買Nespresso 從大學呢就是升職我心 後來呢終於獲得Nespresso咖啡機之後 真的是太好用了 他們家咖啡機呢有共通點呢 就是他們呢都是25秒的快速熱機 以及19Bud的高壓萃取 咖啡膠囊呢每一顆呢都是鋁製 然後是百分之百瑞士進口的 鋁製的話呢 他就是可以好好的封存研磨的咖啡粉 膠囊呢都是可以做回收的 像我們自己呢就是喝完之後收集起來 然後拿到聚程去回收 那假如說你不想出門的話呢 你可以上官網買這個回收袋 這個回收袋呢只需要一塊錢 然後你就裝滿以後放到你們家附近的i油箱 油費呢會由Nespresso幫大家出 然後就可以做回收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還蠻方便的 首先呢我們先來從就是 基本款開始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台 Ascenza Mini 那這一台呢是我自己第一台咖啡機 然後我自己身邊也有兩個朋友也有用 我覺得這一台呢它就是 小巧精緻 方便 好用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外觀 它的外觀呢其實做得非常的小巧 所以是完全不佔空間的 我們自己都是放在房間做使用 那整體的顏色設計呢是像這樣子的米灰白色 非常的有質感 這款咖啡機的操作非常方便 因為它就是兩個按鈕 分別是大杯以及小杯 接下來呢就是操作給大家看一下 假如說我今天想要喝這款膠囊的話呢 我們就把上蓋給掀開來 放進喜歡的膠囊之後呢 25秒快速熱機就選擇 今天要喝大杯或是小杯都可以 很快速呢 我們的熱咖啡就出來了 是不是超級的方便 所以這一台啊 我這兩個月用不下 我真的覺得它 不用任何技巧 你可以很快速就上手 假如說我今天想要喝拿鐵的話 因為我自己有購買 Nespresso他們家的奶泡機 我就可以這樣子搭配做使用 假如說我今天想要奶多或是奶少 都可以自己來調配 所以總體來說 我覺得Ascenza這一台呢 真的是 咖啡機初學者的首選 又或者是 小資女的首選 如果你要送禮 我覺得也是第一選擇 就是Nespresso這台Ascenza mini 所以假如說你是新手 想要買咖啡的話 這台呢 我自己會非常推薦給你 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本人我的夢幻一品 當初我在Nespresso門市 看到它的時候就為之瘋狂 看到實體的時候 真的是會怦然心動 因為它真的好漂亮 你們看 這是Grand Latissima 它真的是外觀做的超級超級的精 它整體就是這種白色的設計 所以一開始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外觀 這台機子呢 它是義大利製作的 所以外觀做得很精緻 就是這種潔白的設計 放在家裡 就會整個家有變高級的感覺 跟藝術品一樣 這台外觀除了非常的奢華精緻以外 它主打呢 就是9款食譜一鍵完成 就是你只需要按一鍵高級的咖啡就出來了 所以我們就先來看一下它介面的部分 可以看到上面像是有Longo啊 然後熱奶泡 然後拿鐵馬其朵 或是Cappuccino 奧式白咖啡 或是單純的拿鐵咖啡 牛奶都有 像是我老公自己呢 就很喜歡喝奧式白咖啡 奧式白咖啡的話 其實就是沒有奶泡 會有40ml的濃縮咖啡 加上100ml的牛奶 拿鐵馬其朵的話呢 就是230ml的奶泡 然後加上濃縮咖啡 基本上它就是幫你調好黃金比例 你就只需要拿出你的手指按一鍵 非常快速就可以拿到一杯就是 黃金比例的咖啡 這一台的水箱非常的大 你要一次泡5-6杯都沒有問題 所以假如你家客人比較多的話呢 這一台呢就是會完完全全的派上用場 那前方這一個呢就是它的牛奶壺 這個牛奶壺呢 基本上我跟我老公都是一次把它裝到滿 那沒有喝完沒有關係 我們就直接把牛奶壺拆下來 冰到冰箱就可以了 非常的方便 接下來就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台咖啡機怎麼使用 然後我會做出四種咖啡 像是黑咖啡 然後我老公最愛的奧士白咖啡 然後Cappuccino跟一個特調的咖啡 就是來給大家參考一下 萃取咖啡的第一步驟呢 就是選擇你喜歡的膠囊 放進去之後呢 我們就選擇今天要喝的黑咖啡 可以看到黑咖啡的油墨 真的非常的漂亮 Nespresso的咖啡呢 真的就是非常的有水準 很像外面咖啡廳的咖啡 接著呢我們來喝Cappuccino 一樣放入喜歡的黑咖啡 那我們點選Cappuccino的按鈕之後 可以看到熱牛奶的部分會先流出來 接著呢 才是我們的濃縮咖啡 很快速呢 就完成這個充滿奶泡的Cappuccino 又濃又香 好適合冬天早上來一杯哦 身為拿鐵咖啡的重度愛好者 一定要來示範一下 按一下拿鐵咖啡之後 可以看到我們濃縮咖啡 接著呢 會是熱牛奶 以及熱奶泡 那拿鐵咖啡的部分會比較大杯 看到那個牛奶跟咖啡混合在一起的瞬間 真的是幸福感爆棚 我自己呢 真的非常喜歡喝這一個選項 香濃的咖啡搭配滑順的奶泡 真的是頂級的享受 最後一款奧式白咖啡呢 是我勞工的最愛 奧式白咖啡是沒有任何奶泡的 就是濃縮咖啡然後搭配牛奶 喝起來真的是超級的香濃 喜歡奧式白咖啡的一定要試試看 最後呢我們來一杯特調 上面會有蜂蜜跟新鮮的鬆籽 挑選阿佩奇歐的咖啡膠囊 點選拿鐵馬七多 放上新鮮的鬆籽 淋上一點點的蜂蜜就完成了這次的特調 甜甜香香的超好喝的 然後咖啡都泡完之後 上面的清潔燈呢 它就會亮起來 代表說你要清潔牛奶糊了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會先清潔我們的管子 先把我們的牛奶管都清潔完之後 你可以發現它在噴出這個熱蒸氣 把牛奶管清潔好 我們會把整個牛奶糊給拆起來 這個牛奶糊呢 是可以整個拿起來 通常我們拿起來之後 就直接泡到水裡面泡一下 然後再簡單的沖洗就可以了 就很方便又很快速 它一段會有六個配件 那當我們洗完之後就亮乾 隔天又可以繼續來做使用了 這一台啊 我真正的用下來 我真的非常的喜歡它 一開始沒有特別的感受 但是越用越久 你會覺得越依賴它 除了它的外觀非常漂亮以外呢 就是你一件九個食譜可以完成 很方便 因為它每一款都幫你調配好的那個比例 所以喝起來真的超好喝 然後每次有客人來家裡呢 我就絕對按一杯給他們 他們自己就是完全入坑 也非常的喜歡 總體來說 那這一台我推薦給 就是想要喝不同種牛奶咖啡的朋友 又或者是說 你想要跟家人朋友一起分享 就假如說你們家有很多人的話 這一台咖啡機 就會特別的適合你們 接著呢來跟大家分享就是兩款我非常喜歡的膠囊 首先第一個呢 是義式弗洛倫斯阿佩奇歐 它是紫色的 那另外一款呢 是這個金色的沃魯托 就是我喝下來 就這兩款是最對我的味的 它的每一款膠囊呢 都有不同的含義跟風味 像是這一款 阿佩奇歐的話 它就是有很濃郁的可可香 這一款沃魯托的話 它就是會有一個餅乾的香味 就這兩款我覺得不管是要當黑咖啡喝 或是要做拿鐵的都非常的適合 最後呢 來幫這兩款咖啡機做一個總結 以及給大家一些選購上面的建議 首先外觀的部分呢 我覺得Gran Latissima 它就是高級質感的小家店 Essensa呢 我覺得它就是入門款的精緻小巧咖啡機 接下來就是製作咖啡種類 這個呢它就是只有兩種選擇 就是大杯跟小杯 那Latissima的話 它就是有九款的食譜可以一鍵完成 接下來呢 關於它的便利性的部分 其實Latissima它的變化性真的會比較多 因為像是黑咖啡啊 拿鐵啊 奶泡等等 它都是幫你調好一個完美的比例 所以它就是非常的方便 那Essensa的部分的話 它就是只有黑咖啡 但是假如說你要做成拿鐵的話 你就可以搭配Nespresso的奶泡機 就是一樣可以做成拿鐵 接下來呢 就是適合族群的部分 Latissima呢 我覺得它非常適合你喜歡 多樣化的咖啡 就追求一個有變化感的 又或者是說你家裡有空間 可以放這台咖啡機 又或者是說你家裡比較多朋友的話呢 這一台呢 就會非常適合你 Essensa的話呢 我覺得它就是 Nespresso入門咖啡機的首選 又或者是你是小資女的話 這一台呢 我就會特別推薦給你 我覺得Nespresso咖啡 真的是都有自己的優點 那假如說你真的是入門的朋友的話 我會比較推薦Essensa 然後搭配奶泡機 因為我自己也是這樣子買 可是最近當我用到Granatissima的時候 我就覺得 啊 好心動喔 整個被圈粉 所以我自己呢 就是用了一陣子之後 會想要再進階到這一塊 就看你們自己的需求跟喜好 那以上呢 就是這兩台咖啡機的一些 使用心得跟選購指南 希望今天這支影片對大家有幫助 那也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支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